全民强打疫苗,很多人到现在是连第一剂都还打不到 台中市议会就跨党连数,要求市府自购疫苗 而议案通过之后呢,就有议员质疑了 那么市府什么时候要提出计划 市长卢秀燕是回应,目前采购完的疫苗都得由中央来统筹分配 难道说要花钱帮全国买疫苗吗?将会再向议会来深入了解 疫情肆虐,全民强打疫苗 台中市议会多位议员跨党提案,要求市府自购疫苗 而这项议案也顺利通过 多位提案议员要求市府尽速提案 目前台中市第一剂覆盖率只达到48.04% 有不少族群迟迟等不到,无论上班上课都有满满不安 若是要采购100万剂疫苗,将要花费4.5亿元 卫生局认为目前全民开放施打高端,卫生所却还剩余1.5万剂 还没有人要打,若是要采购疫苗也不容易 且就算买到了,也要由中央统筹,而不是市民优先 恐怕还得想清楚 要经过层层的关卡才有办法 而且要到去国外还要去督导去抢疫苗才有可能拿得到 你的意思不是说这三十多月都下来 都拿这个都空了 我们现在是要编个五亿的预算去帮全国买疫苗吗 我想我们还会再向议会了解 市府担心即便采购疫苗也无法让市民施打 但提案的蓝绿议员则认为该向中央提出想法 并要求在今年内把计划完成 让市民能施打疫苗,安心生活